大家好,我是杨光,今天给大家讲一下MACD的特殊用法 MACD是一个最普遍的指标,很多人都研究过 怎么用一般的人都能够讲句个123,都能够比较熟悉 尤其是我们当下的陈念博弈下的股民都是高手 但是呢,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些特殊的用法 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的 那么MACD的特殊用法,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 首先,MACD除了金擦和死擦,是我们常见的交易方式 它还有一个拒绝死擦和拒绝金擦的战法 这是我们平时没怎么注意的交易手法 第二个呢,是MACD的值在0和0.5之间很容易出现涨停板 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第三呢,就是MACD的参数 通常情况下是12,26和9 但是呢,这个参数不一定好用 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参数调整到6,30和9 那么这组参数,它也是很好用的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拒绝死擦,拒绝金擦 我们先来看一下图形 大家注意看啊,所谓的拒绝死擦,就是死而不死 马上就要打死擦了,但是呢,它又没有打下去 继续往上走,这个MACD的两根线 那么这种叫拒绝死擦 拒绝金擦的话,就是看上去马上就要打金擦了 但是这个擦又没有擦下来 擦不上去,对不对 那么这就形成了我们的特殊用法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案例啊 有没有拒绝金擦和拒绝死擦的特殊案例 尤其是传统的那个12,26和9的那个组参数啊 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啊 那么我们这个参数呢,是调到6,30和9了 大家注意跟我看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拒绝金擦 当MACD拒绝金擦的时候,你要小心后面还会有下跌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 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拒绝金擦 死擦之后拒绝金擦 但是金擦很快就被打下来 那么这种位置呢,很容易拒绝大跌啊 这就是一个非常点线的案例,是不是 那么除此之外,像这种拒绝死擦拒绝金擦的有很多 等会我们再讲啊 我们顺便把这个MACD的参数 它的素质代句啊 在0和0.5之间很容易打暂停板 大家注意看,这就是一个点线的案例 在这个位置 我们知道这里是0.499 那也就是说这根虚线下面都是容易出暂停板的 看没有 尤其是第一根线出来 有暂停的走势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杀一个暂停板 是很容易拿到的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MACD现在0到0.5的时候 那个股如果是有意向往暂停板上走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 来我们再找一下拒绝金擦或者死擦的 我们再来找一找啊 再去看这里就是有一个明显的拒绝死擦的一个走势 跟我一起来看好吧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拒绝死擦的 本来是死擦已经擦了 对不对 马上就回上去形成金擦 那么在K线上我们去现短停板 看没有 然后出现三里洋冲高 这个位置是7块2毛线涨到8块4 这里涨了百分之几啊 那档线的话就要注意这样的特殊的走势 还有没有我们看一下啊 拒绝金擦 这里又是一个拒绝金擦啊 所以我们做只做特殊的模式啊 不要去做常规的啊 常规的是不能给我们挣到钱的啊 这个地方就是本来要打金擦了 结果马上就下来 所以这种位置大家特别注意啊 特别注意 看到MACD如果出现这种现象 你赶紧走后面跌幅一般都会比较大 那这里9块钱啊 跌到7块多钱啊 跌到百分之几这里是 然后这里有一个什么 这里有个拒绝死查 大家注意啊 这里有个拒绝死查看没有 我们就给大家讲特殊的啊 拒绝死查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有一波上涨 涨幅都是相当可以啊 我们再来看一个啊 来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拒绝死查的案例啊 很是震撼 马上就要打死查了 但是呢他不出现死查 哎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小小的盘整 然后一波的上涨 这里涨幅巨大 是不是25涨到35啊 直接涨40%啊 特别爽是不是 这种走势啊 才是我们要去做的行情啊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MACD的素质 来 现在我们来验证一下 哪一些地方容易出展示板 尤其是第一个展示板 待会第一个展示板 看到这个地方啊 啊这个地方是0.38啊 低于0.5看没有 哎我的鼠标点到这里啊 0.4左右没有到0.5啊 0.4几啊 那么0到0.5之间 大家如果这个分尸图上准备打暂停板 那么大家在这个位置啊 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打手板通常我们要看一下MACD的素质 那如果说它到了超过了0.5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注意 有可能啊 手板不会成功啊 那么如果是在0到0.5之间 那么按照这个参数的话 是很容易暂停的 来这里像这种拒绝死擦的啊 通常后面都有上涨 是不是 那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地方啊 后面就是暂停板啊 这根线之后连续涨三天啊 涨幅也是很大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暂停板啊 这个暂停板 大家注意 手板是在哪里啊 哎 手板是在这根线上啊 这根线上 那这个线超过了0.5啊 来我们看一下啊 像这种暂停板 来这里暂停板 大家注意看啊 这里暂停板 它的MACD只有0.0几啊 还没到0.1 就是这个暂停板 大家我把它标去了啊 大家可以对应看一下啊 因为到这个位置才0.75 哎 MACD值 那么这根线啊 这根线 它是非常小的啊 非常小的啊 0.1左右啊 虽然这是一个比较好用的参考因素啊 这个地方也是低于0.5 因为这个线是多少 这个线是0.75啊 0.75 所以它的一半在这种位置啊 0.4还不到啊 0.4还不到 虽然这个参数非常好用啊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MACD的特殊用法啊 给大家也准备了一幅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幅图 那么这幅图呢 就比较啊明显啊 那暂停板很容易去现在0.几啊 0.5以下 MACD啊 打暂停板很容易出现0.到0.5以下 带具啊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啊 连续暂停 那前面这个暂停板也是的啊 带具这个方法主要是用于打手板啊 好了今天关于MACD的特殊用法就讲到这里啊 如果还没有加关注的朋友 麻烦加个关注 字幕君录音频道